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怎么会是今天这个东西感觉过怪的 我给你们说个事哈 我家有个亲戚 我家有个亲戚 喝了酒开车 前两天我还在说酒驾的事 喝了酒开车 把一个奔驰车给撞了一下 应该撞得很轻 为啥呢 因为修奔驰那个花了三万来块钱 然后是酒驾对吧 酒驾还叫造成事故了 已经进去了 三个月 喝酒真的不要开车 大家很多人会觉得 哎呀我喝一点 我就喝了一杯啤酒 我就喝了 喝酒会很影响你的判断 我这是第三个人了 我知道我认识的人当中 他们你问他们喝很多吗 都没有都说喝了一点 那个以前圆通收件那个人也是 去喝喜酒 其实可能就喝了一杯 马上到家了 就在家门口小区门口 把人家前面的车 车灯给撞了一下 前面那个人 一看他喝酒了 薛薇也带点狮子大张口 他要给那个人一两万 死了 那个人不算 报警了 报警了之后 那个人要十万 就反正他 他是进去两个来院吧 他是进去两个来院 然后驾照啥的都没收了 这个 这个我是我家亲戚 这是真真我家亲戚 喝酒 开车 你说你也会挑车 撞撞了个大奔 酒驾直接 当时没有直接进去啊 是过了两天 喝酒真的千万千万 不要存任何侥幸心力 你找个代价才多少钱 就说咱不找代价 咱把车就放那一晚上 打个车回家呗 对不对 打个车回家呗 你一晚上交停车费 才交多少钱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 薇海一晚上停车费 薇海是从早上 晚上七点到早上七点 好像商场里面 好像是五块钱 停车费 就是你停一晚上啊 不是论小时那样算的 你就论小时 两块三块的 你一晚上花个几十块钱 那么出事了 损失三万多块钱 这是其中 还得进去待仨月 这要家里 如果说孩子有 考公务员的 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影不影响 在最热的夏天 进去待仨月 一个屋里住十来个人 你说何必呢 千万别有侥幸心 你千万千万不要 千万别觉得 哎呀我就喝了一口 我就喝了一杯啤酒 你就这个东西 你要么就别喝 一滴也不沾 你要喝你就喝尽兴 你就喝了 我就彻底 我就找个 找个那个代价了 对吧 或者把车放哪 再说你都得出去喝酒了 你还开啥车呀 你都要去喝酒了 还是开什么车去喝呀 干脆都别开车了 我昨天才知道 我爸跟我说 那个谁谁谁 我说啊 我说不可能吧 怎么还不可能 都进去了 真的就是那种 觉得没事 觉得运气不会那么差吧 可能 你安安稳稳到家 警察查不到 但是 酒精会影响你的判断力 酒精会影响你的判断力 你开车 你再开个手动挡的 真的 这个 撞了个奔驰 修车三万多 我感觉就是撞得很轻 可能奔驰两个灯一撞 就是三万多吧 对吧 不对 不是奔驰的灯 奥迪的灯 奥迪的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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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你撞个奔驰 三万多块钱 都是撞得比较轻的了 这个得自己掏上钱 还得进去待仨院 你说图什么 这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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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义是什么 谈成了个多大的单子呀 关键这亲戚压根不是做生意 就是纯的 可能朋友聚会的 你就是做生意 你就说你 你谈成了几亿几亿的单子 你进去待几个月 谁愿意呀 任何时候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呀 那个定律就叫莫非定律 所以当你觉得有可能出现比较坏的情况的时候 往往这个最坏的情况就出现了 选择 一步 包装 跟中国的血迷 还飙开 没有 还有 有 还有 几分 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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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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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